我記得我燒了幾盞白粉 我很興奮 我不要怕了 我覺得我好有膽量 我拿我的刀上來 已經一刀就斬了 那時候我不要痛 因為我吸了毒 從那天我十四歲 開始吸那大一百 到八年後 白粉抵抗我們了 我們七個都已經沒有白粉 我已經不透過了 加在這裏 最佳人介是心癮 好像你覺得一件事少了 因為你太習慣了 是因為我叫你二十四小時 不要搞電話 不可以說二十四小時 一個小時你不要碰電話 所以現在覺得你碰了 它有那個安全感 所以我叫心癮 在雪蘭兒靶生一代 有一位曾經是癮君子的牧師 帶著一群戒毒者 在這裏生活 這裏離市區很遠 很不便利 沒有網絡 也沒有家人陪伴 他們在這裏 過著最樸實的生活 今天的主角 是曾被毒品控制了二十多年的 Ignatius 如今他以脫胎換骨 成為了這間戒毒所的負責人 幫助戒毒者擺脫痛苦 我十四歲就開始吸毒 迷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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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沒有了二十一年 因為我本身是一個破碎家庭出生 我媽就幫人養兒子養大我們 我爸就賭啊 嫖啊 飲啊 飲啊 大多數沒有在家裡的 都...everything all care until 我 start move to 中學 那時候 bullying is a common thing 很正常的 因為我們已經最小 房溫的時候 就被那些 senior bully 天天來又打又踢 所以我們給一些保護費 那時候 不大了 我們只有幾個錢 幾個錢都照收 你不給那幾個錢 你就被人打被人踢 變成我們經常被人欺負到頂不住 我們一班就想著 哎呀 剛好人家來修靚啊 黑社會 就想著OK啦 有個黑社會照字 哎呀 不用被人欺負了 有大哥照啊 就是那個就是 我們可以說 是我一生人做錯最大的決定 想著入黑社會 就有大哥照字 誰知道入到黑社會 我們找女兒給大哥 我們開始去做模擬去找女兒 其實我十五歲 我媽已經知道我吸毒 所以我就答應她 戒 我一直在想,我一直在想,我一直在想 所以我媽媽已經知道我可以射電 所以我回到家,我媽媽看到 我帶半磅鳥回來入鑰鳥 我半夜睡了,所以我房門沒有關 我媽媽看到,我媽媽說 你做什麼都好,不要回家做 我媽媽答應,所以我離開家 離開家就很久了,我回來了 到最後我媽媽見到六十大壽 當時不夠女孩回家,她就脫了個戒指給我 我只有這個身家,什麼都沒有 以後你不要回家 我沒有見過媽媽 休學後,她替邦慧做事 讀癮越來越深,導致她一直要找快錢買讀品 一直做犯法的事,經常出入監獄 剛出獄的她還是沒辦法戒掉毒品 曾經有試過工作,但因毒癮而無法長期工作 導致她無家可歸 只好在街邊流浪長達三年,繼續犯罪和吸毒 流浪期間,她再一次被送進監獄 而這一次的入獄也讓她開始踏上戒毒的旅程 掃毒組來捉我 捉到我有百分 判一年牢 最後我進入監獄是在2002年 有一天有人宣布誰愛去聽基督徒分享 她會給她一本聖經 聖經每個人都會搶著愛 因為我們可以捲牙煙來燒 裡面沒有那些好像外面的煙仔 用紙來捲 所以聖經的紙是最美的 我就遞高手拿 拿在那裡,誰知道我去到那裡 就有聖經人來分享 其實你們不需要再這樣出入監獄 第一,你住又沒有,吃又沒有 你當然擔心著 變成我們會繼續做回我們舊位做的事 如果有達位,你不需要你犯住、租和食 你願意進去給自己一個機會戒毛 所以我聽了這樣的分享 我臨走的時候,我跟那個分享 給我一個聯絡電話 如果我出監,有機會我去找你 出監了,我們坐牢 算了,有雷的 看來是白色、紅色、藍色、青色 都出監也有八個月 儲存了,也有雷 坐車,又是去買一支料來燒 接著掃讀組來 一看到我頭,他就知道 他就說 意思是說 你剛才畢業,還要進去嗎? 如果你聰明,你離開那裡 不是呢,我再見你,我就托你 所以我就死了,又沒有位去 去哪裏 然後我又記得,那張紙 馬來西亞科 其實不是那個馬達利 這樣告訴我 我沒有想到 我這個 所以我打算,哎呀,反正那裡包住包食 不用擔心 那個時候我走進去馬來西亞科 所以他就被我住了十二天 直接被我住了 就是這樣我進去中心 一次掃讀取締 讓他認識到馬來西亞科 社群 他一心抱著包吃包住的心態 就這樣在戒毒中心度過了兩年 成功把毒癮戒掉 因為他有學歷的經驗 該中心的領袖 對他抱著很高的希望 而這位領袖也影響了他 讓他做出了改變下半生的重要決定 在那裡住,住了兩年 我領袖說 不如你嘗試在這裡補充一下 幫一下忙 幫幫幫幫他四年 做了同工四年 OK啦 我就幫他打到那個位置 站起來 到我四十二歲 他就問我 有意思要先去讀書 不如我送你去讀神學院 我說神學院不是吧 你給我拿刀就給我拿筆 不太對 他說你試試看讀 一讀就讀四年 二年一三個畢業 I graduate with bachelor and theology 我就在一間教會工作 也幫他打理中心 時逢我三年 我就出來獨立自己做 因為我覺得 在教會不適合我 我一輩子都沒坐過office hour 你叫我坐office hour 沒可能 你知道我爛仔叫你 叫你出九點到五點 我好老套 做什麼 好老套 在那一年 神開很多爐給我 我專門進那些餘地分享 拿我的見證 但一間餘地請我 就是神威樂 這十幾年裡 他被邀請到校園和監獄舉辦講座 以過來人的身份 分享毒品的禍害 他這一生最感謝的人 就是他視為父親的領袖 是領袖一手 把他從墮落的深淵裡拯救出來 培養他成為一位牧師 這裏就是我們的戒毒中心 這是我們的創作者 Reverend Dr.Henry K. Pillay 2005到現在 前往我們在大道 H&A會開始是1980幾年 這裏是我們叫Chapel 他們有學校的地方 他們在我們行動Chapel 學生就在這裏坐 五點半至六點就要起床 半個小時搞定 就可以坐在那裏做Devotion Devotion就是零修 零修 然後零修 他們就讀一個 我們叫Delibrate Delibrate 他們就分享 英文就找英文 中文找中文 這裏是我們的食飯桌 這裏是自己煮的 雙媽是自己煮的 因為要煮的 我們就要煮的 我們就要確認 那些人一邊學習 所以 這裏有任務 什麼人都有 煮的一邊是 一邊是一邊的 這裏是我們主菜的地方 Gab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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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這裏有任務 我們要養雞 就選有蛇 我們要捉到琴蛇 就擠著 一定一定有的 你一養雞 你一養雞 就是琴蛇 所以我們這裏 是用很特別的 我們叫Animal Therapy Animal Therapy 這個意思是 我們用動物來治療他們 尤其是精神病 我們的原因是 因為要他們出汗 要是你戒毒了 或是你戒毒 或是你戒毒出來 是在汗 排毒在汗 這裏呢 我們收了那些人不愛 人家的舊機 什麼東西 我們拿回來 慢慢拆一下 給他們一個寄託做事 那些藍鐵 那些我們收了 就拿去埋賣了 就請了一些雞 來給Sender 所以我們的男人 就不刺鼻到拉尾 但是我們 因為人手不夠 我沒有溶到那麼多 我溶到那裏而已 壓到拉尾那裏 我沒有溶開的 所以他們的活動是基於這裏 掃一下葉子 因為為什麼 我要他們 還要他們 不是說愛他們 幫我 幫我 請女子 給Sender 我們不自在找女子 不是說厲害 我自在為他們健康 我去出汗派 去毒出來了 因為他們來 已經是 受了很多苦 所以我們 不會當他們 是監等來做 也不會讓他們 一個自由 在這裡慢慢 在這裡慢慢 因為他們在做工 我們想他們 去振動他們的 心態 然後 我們照顧 進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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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都包 都包好了 如果可以 有本事 給的 我們便便收到 手續費 五百元 暫時 個個都沒有本事 所以我們都照顧 Grey Center 成立於1988年 主要幫助那些 被藥物和酒精成癮困擾的人 重新站穩腳跟 無畏無愧地 再次面對世界 他們在這裡 接受階段治療 學習承擔簡單的任務 尋找兼職工作等等 讓自己的人生 有第二次機會 這間中心已經收留了超過一百多人 當中 也有人受不了毒癮復發 中途逃走 或是家人不忍心 看著自己孩子受苦 而插手 治療過程 所以我的策略是這樣的 就是Triangle 我用MLM來做 某些Level Marketing 不是拿去找 我可以介紹 所以從我 我確保有兩個 來跟著我 兩個至三個 三個 三個都是一進來 我看得 一個拉一個 一個 我們這裡叫Cold the Key 那個Lockup 是溫子那裏 不能出的 你溫子不能出 我們就只是鼓勵 一天到一 睡飽吃飽睡 洗澡而已 一起來我們要去洗澡 一起來很不舒服 洗澡的人 就比較舒服 除了一個是 我開解 然後 提醒他 記得你當初進來 怎樣 你說你這樣 通常我會躲下 你未進來 我會躲下 人始終都是會醒的 其實我覺得 無論吸毒 吸多久的人都好 你始終都會有一個 一個時間 最好的時間 其實不是別人叫你去解讀 是你自己叫你自己去解讀 我覺得 我自己的經驗 那個時候 人家怎麼不逼你 你怎麼辛苦 你都會去解讀 是真的 一個包袱 可能會去 你會去解讀 所以它是像 一個 每次都會去解讀 一起來 一起來 他們會去解讀 你會有一個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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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起來 對 一起來 一起來 不到 一起來 那個 那 就 会很自私 相反会 我只是要想嗨 然后没有想到我们 个别的朋友啊 家人啊 情人啊 有没有伤害到他们的感情啊 或者每次浪费家人的钱啊 这些东西没有想到 但是我来过这里过后 就心里有学到很多东西 怎样去珍惜人家 怎样去照顾别人 除了我自己以外 很重伤回不了的遗憾 就是家人啊 家人很疼我们 但是我们不知的 我们急读的人永远都不知的 只是觉得家人疼我们是应该的 他是我大哥 他是我姐是给我们的 而是应该的 到你醒的时候 我今次 我的唐姐 我的哥哥又来看我 我很挂着他们 之前 不认识我 之后就 就会见到 一个不同的东西 会有遗憾 所以我不想 不想 之后的年轻人 会有像我那样的遗憾 所以我希望他们会 想清楚 独斌的伤害 在每个沉溢于独隐的深处 都埋藏着一段 无法弥补的悔恨 那些遗憾 成了内心永不磨灭的伤痕 Ignatius曾经也迷失在其中 他曾试图挽回失去的时光 却发现一切 都已不可挽回 没有机会送我妈咪去一面 因为我断绝离黄开马 所以他们找不到我 因为我出监 有试过找他们 他们搬了 我找不到在哪里 我找我的亲戚 我的亲戚不敢见我 变成我马得过生的时候 到处找我 找不到 又不知道我在中心 所以我就 我遮掩的电话 那几个电话 我就天天打 天天打打 我记得我打了两个多月 有一天被我打到我遮掩 真的被我打到 第一句我就被我遮掩 你死小子 你去哪里 知不知道买得过去 所以我就记得我打包很多东西 我一听到 我打包很多东西 我一下子都跌在地上 我拿着字 我一直留眼 他说很伤心 狂领就是这样 不然你放开我 我让我回来 他说我唯一一个原因进来中心 就是做回一个乖仔 就是改变了 一个transform 的orbenian char 回去跟他说一声 没有那个机会 还继续介绍你 做什么 出去晒冷 烧到死了 这就是我的想法 因为我怪神 我唯一一个希望 做什么 你拿走 我很生气 我很生气 就大七天 This is where I hear 生气 神问我 你这几年里 你做过什么 你妈在生 你有做过什么 你妈在生 因为你妈不在你 怪我 and that's what I said and that's when I'm back up 我站起身 我怕我坚持下去 所以今时今日 我跟那些学生说 是你重要的 好敬父母 不是去 不是在祖先 不是在拜山 是在山前 更生人想在社会上生存 必须要有强大的自尊 没必要就不跟人家分享自己的过去 即使他们戒毒成功 但每当回到社会 都会觉得自己被排挤 跟不上他人的节奏 变得自卑 他们不能告诉其他人 关于自己的过去 如果同事知道后 会被排挤或歧视 而更生人可能会再一次踏上 不归路 我曾经有一个学生 戒了 清晰室 所以他就上云顶 很好的歌 一年后 跟别人分享 我曾经吸毒 我这样 我又坐过监管 这些 第二天 是24小时 管理人叫他辞职 我不知道 所以一天 我蹲到他 他就说 哎呀你别管我 你别管我 我烧到死了 有什么意思 所以我 当他们在这里 我准备他们 外面的好现实 好现实的世界 所以我要给他们知道 哎呀我做错了 所以你不能去逃到现实 如果他们有 ambitious的 读书的 我就不鼓励你 不要分享 unless what really call you do 不是个个 我可以分享 我这样 所以青年的人 我不鼓励你们去碰 去成 人生最重要是什么 有得吃 有得住 有得穿 有这三样东西 人生是最 最满足的 so this is where i send a message to youngster 你不要被人 deceive 你不要被人 欺骗你 我没事的 你笑一口啊 但我曾经 我就是走错一步 想到我 哎呀又被人 就笑了 怎依而来多 那一疤就害死我了 如果你跟他们已开明 那一疤就创造行 他们有什么感觉 和他们有其他人 有多多关心 如果你有没有 watching 你面对压力 我想让青年而生 真的让他们知道 不要找尴尬 做一个代替 没有任何 代替你 有些事情我就要面對生活的 第一,我想跟別人說,因為我剛出院,四個翻身 想跟別人說的就是要珍惜生命 因為這句話不只是說話那麼簡單 是真的,我有經過,有經歷過 其實很辛苦,在醫院裡也很辛苦 所以希望大家會珍惜每一分每一秒你們的生命 跟著進行,不是講完,之後要懂得更多的毒品 要知道毒品的傷害 世界是很完美的,生命是很短的,是很珍貴的 有很多東西可以試,這個不可以試,也不可以try 珍惜你們的命,好好地去生活,這麼簡單 說不去drug,最重要是珍惜生命 OK,拜拜